中国古代诗人很多,有的很高产 比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氏等等这些诗子大家 他们留下来的诗不仅数量很多,质量也非常高 被一代代人所赞誉 也有些诗人留下来的诗很少很少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历史上一个只留下了两句诗的诗人 可是大家可别小看这位诗人 他的这两句诗很精彩,每个人都耳熟能详 我们该关注关注他了 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一个挺懒惰的诗人 明明留下的两句诗写得很好 说明写诗的水平也很不错 可是他却只留下了这两句 其实呢,玩笑归玩笑,毕竟历史远去了 我们并不清楚这个诗人的一生是否还写过其他的诗 反正留下来的就这两句 这位诗人就是北宋时期的苏玲 他写的诗呢,就是这两句,您一定听过的 说,静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 还因为他的这首诗呢,派生出了一个成语就是 静水楼台,是不是大家经常用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半首诗背后的故事 要说这两句诗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呢 离不开一个大人物,范仲淹的影响 如果苏玲和范仲淹没有交集的话 那么就连仅有的这两句诗可能也会化作沧海一株 消失在历史里 历史上关于苏玲的记载很少 是根据推测呢,认为他小的时候就非常刻苦读书 而且很喜欢研究诗词 长大以后呢,谋得了一官半职 但是职位不高,一直到他认识范仲淹 按理说呢,范仲淹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 不太可能和一个地方小官吏有太多的交集 可是宋仁宗时期范仲淹被贬官了 怎么回事呢 他当时尚书请太后还政给皇帝,被贬出京了 黄又元年呢,当时已经61岁的范仲淹 被任命担任杭州知州 也就是在杭州,范仲淹结识了今天我们说的这位诗人苏玲 我们都知道范仲淹是国之栋梁 无论是身居庙堂之高还是身处江湖之远 他所到的地方不仅政务处理的有条不紊 他也积极为国家举荐贤财 而且在当时的官阶体制之下呢 如果州府以下的官员想要得到升迁 想要得到晋升 必须得到知州的推荐 所以范仲淹平常也很重视 对下属官员的了解审核和讲业提拔 他总是根据下属官员的表现和才能 为他们的晋升、把关和举荐 过了一段时间呢,被举荐的官员有不少 他们都调动了新的岗位,走马上任去了 这个时候苏林看到了呢,心里很不是滋味 因为他当时在巡检的职位上,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呢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外线工作,经常到地方上去巡查 很少能在官府里呆着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范仲淹虽然是他的上司 但是很少有机会能够看到他 就更不用说对他有什么过多的了解了 因此他一直没有机会得到范仲淹的举荐提拔 他想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可能想过一些人们普遍会想到的办法 什么请人说一说之类的 最后这些方法都被他否决了 因为他特别尊敬范仲淹的为人 他始终认为范仲淹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 只是没有注意到自己罢了 可是苏灵也很烦恼啊 如果一直保持沉默呢 自己的才能就要被埋没了 很难有出头之日 如果直接找范仲淹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呢 又好像是自己上赶着 是要去求官,要去要官一样 总觉得不太好意思 终于有一天苏灵想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他这个办法既可以很委婉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也不至于太尴尬 什么办法呢 就是发挥特长给范仲淹写首诗 有一次呢 苏灵就找了个机会去拜访范仲淹 趁着两个人聊天的机会呢 他就拿出自己写的这首诗 呈给了范仲淹 说想请范大人点评指教一下 这首诗就叫《断句》只有两句 也就是我们刚才分享过的《静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 范仲淹打开试一看 微微笑了 他立刻就明白了苏灵的意思 范仲淹是一代大家 他当然看得出来这苏灵哪是向他请教做诗呀 这分明是想提醒自己 关注一下他的成长进步嘛 也借着这首诗呢 表现表现他自己的才华 那么这两首诗写的都是些景色 为什么说委婉地表达了苏灵的诉求呢 我们今天看来肯定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们是后来者嘛 可是当时这样的写法还是很有创新的 《静水楼台先得月》 是说靠近水的亭台楼阁呢 可以先看得到月光 因为古人赏月不仅会看天上的一轮圆月 也会看水中的倒影 往往住的地方越靠近水呢 自然也就离月光越近了 第二句是向阳花木亦为春 讲的是长在向阳地方的一些花草树木 它们会长得更好 因为阳光充足 营养充分 就会生长得更快 比其他的一些长在背阴地方的 早发芽和早开花 好像春天对他们来说来得更早 这两句诗表面上看呢 都是写景色 可是呢都蕴含着同一个意思 那就是把范仲淹大人比作了太阳和月亮 说在范仲淹周围的人更容易被他所看到 更容易被他所了解 也就更容易得到重用和提拔 苏林隐含的意思就是 他自己因为离范仲淹太远了 不被他所了解 所以也就一直没有被他发现 也就没有得到升职的机会 那么我们可以想想哈 范仲淹看到这首诗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会怎么办呢 有没有提拔这个苏林呢 范仲淹看完诗对苏林是会心一笑 并且语重心长的说 你的诗很有文采 苏林走后呢 范仲淹没有直接对他进行提拔 而是把这件事情放在了心上 暗中对他进行观察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呢 范仲淹发现这个苏林办事很认真负责 并且会提出一些具有实际意义的建议 于是呢 范仲淹给朝廷写了推荐信 最终苏林如愿以偿得到了晋升 值得一提的是 范仲淹的这种大气风范很让人感慨 要知道有的朝廷官员呢 心眼儿很小 别人这么提示他呢 他有可能会不高兴的 还有呢 有的高官提拔人要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不会看到别人有才华 就轻而易举的去提拔 可是呢 范仲淹不仅心胸开阔 而且为人很正直 当他看到了苏林的诗以后呢 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觉得他确实是有报复 也有一些才华 应该说 也正是因为范仲淹的 知人善任 大气正直 才让这段温暖的故事 被历史记录了下来 更让苏林的这两句诗流传了下来 如今呢 静水楼台先得月 向阳花木 亦为春 这两句大家也经常会说 也会用静水楼台这个成语 来形容地处优势 就更容易获得优先的机会 而苏林呢 为了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 勇于去争取机会 并且用实力证明自己的能力 进而得到升迁 才认真工作 这样的积极争取工作机会的态度呢 也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人有时候不必过分清高 想要的机会还是要靠自己去争取 当然了 当今呢 这个静水楼台有一些反面的意思 就比如人们会用来讽刺一些不正之风 用来形容有些人身居一定的职位 就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的亲人朋友 或者亲信等等 去谋取一些不正当的利益 这也是为人所不耻的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您喜欢苏林的这半首诗吗 也欢迎在评论区来聊聊您的观点 我是宁希 我们下期再见